大家好,这次来阿尔巴尼亚住的是民宿,非常便宜,一天也就25美元,加上一点点其他的费用,还提供很好的早餐。 民宿的主人呢,竟然是阿尔巴尼亚知名演员,呆傻,知道他是演员,就上网搜了一下,Google上有不少他的信息,还有他以前拍的电影视频,特意截了两张图。 聊天中得知这个房子是他爸爸的。 院子里有不少花花草草,还有结满柠檬的果树,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院子里的桌子边坐坐,喝咖啡聊聊天,因为这个房子有三间屋子租给不同的人,有两个洗手间,两个淋浴, 这一点呢,稍微不方便一点。 住宿从这儿进去,里面有一个客厅,为大家共享,厅里摆满了照片和各种非常漂亮的工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宿主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宿主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宿主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洞党主席霍查的接见 他不住在民宿的院子里 估计他另外有自己的房子 他是雇人打扫卫生的 我们起来早餐都准备好了 很丰盛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的 他说他女儿是大学教授 有时候会协助他帮客人订出租车接送 从这儿向前右拐 就是我们住的房间 里面也挺干净的 装饰的也蛮漂亮 房间外面有冰箱和洗手间 当然这是公用的 出门看看民宿附近的环境吧 这个巷子显得比较贫穷 但走出巷子就好多了 再走不远就可以到大的马路上了 民宿是在市中心一带 步行就可以到主要景点 出去吃饭也很方便 出去吃饭也很方便 这就是国内有了八十个人的 七八十个人的建筑 街边有卖水果蔬菜的 价格也不是那么便宜 但是方便居民呀 又进了一个海鲜店 这些品种也很丰富 有很多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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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鱼